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要介绍这件事 飘马最新出的一个model 其实你看上两条教学片 我已经穿这双鞋 没有时间拍灰叉鞋 我以后都会在这里分享一下 我对篮球用品的体验 这双鞋其实我推荐了很多学生穿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双鞋呢? 第一,现在的蓝球鞋 可能大部份多于两个品牌 Like和Adidas 你会看到它现在的用料 可能底部是舒服的 当你试上去,很准硬 但打多了之后 大家都会觉得 那个免料 因为现在所谓的科技免料 或者是污粉绩 你会看到很难 可以支持我们这些大动作的急停 尤其当你知道Like 是会分开球员版和示范版之后 你会发觉示范版的用料 真的是 嗯的 这双鞋呢 是之前我穿开HIPERDUN的 有时示范动作的时候 因为力量太厉害的关系 所以就拉伤了一些脚趾的根 穿回这双鞋之后 我发觉我是医好了 不要紧 这双鞋真的很舒服 所以这颗色是我第二双買的 不少人问我哪里有得试 没得试的 香港是没得试的 我自己是在美国的Food Locker 订回来的 这次是订第二双 这是第二颗色 黄色 我觉得这双颜色都很漂亮 之前订的那一双是鸳鸯色的All Star版 All Star版是有不同的 和这双鞋有不同的 新的黄色这个款 它里面的cushion 那个避震会更加舒服 更加软一点 所以这双鞋我真的很喜欢 如果它之前见过有黑色的 如果有黑色的话 我会再买一双 这双真的很棒 棒 另外我又想分享这一双 这双鞋是我去日本旅行的时候 买回来的 其实如果你要买的话 你可以上日本乐天的网站 都是网购回来 真心说一句 不特别好打的 我纯粹觉得它很漂亮 拍东西很漂亮 我特意买回来拍的 你说如果真的好打的话 我建议买GG7X 或者GF7X GG7X可以是室内场打的 主要是 for indoor 其实你打室外都可以的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黏沉 磨泄了第一层之后 其实它都会骇手 都会好打的 另外就是 GF7X官方说是可以打街上的 两个手感很相近 但我自己个人都比较喜欢GG7X 如果大家想买这个波 再说一次 不特别好打的 纯粹只有靓字 可以去日本 Wagutan 乐天的网页 订购 不过 都吃四块多的 我又觉得 你不是特别 就没需要 我觉得拿来拍片 迎下就买而已 不特别好打的 因为我们香港买MOTAN 更便宜 接下来是MOTAN转身款 6月就说转身款 有再一部资讯的时候 我又会带给大家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打MOTAN 就是因为MOTAN 它里面 其实在胆里面 再会有一阵纤维扎 另外有一样东西是挺好的 MOTAN的波 真的做得比较圆 你如果打MOTAN的话 其实你手指是抓不住波 你不会用手指抓住波 所以我一般训练学员的时候 我都会给MOTAN他圆 圆圆的话 你就不会用手指射波 不会用手指的话 你才会用手腕去射波 这个是我主要 喜欢打MOTAN的原因 其他的话 我就觉得 性价比不特别高 如果MOTAN 你说买GGSX 我们香港买都不是贵 三百多元的话 它已经是一个相当好 叫他们的级别第二级的波 我又觉得 买MOTAN是很值得的一回事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Fui 这次又是一个答问题的时间 今天呢 我是会回答大陆网站B站BilibiliBili里面的朋友的问题 自从我有一个网友 他就在Facebook上联系我 我就说 其实很多大陆网友都很想看到教学片 而他们也都是要用翻墙的途径 才会可能看到我们YouTube 或者是Facebook 所以呢 亦都经他的推介之后呢 我决定在B站上上上B站 现在B站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很多大陆的网友都会发出问题 但是我未必可以逐个逐个回答到的 因为那个数目呢 亦都是非常之庞大的 而且呢 而且呢 我不可以用口说答到问题 因为 有很多大陆的网友是用国语 那我们讲东话或者粤语呢 也都未必会听得懂的 所以呢 我都会拍片为大家答问题的 那我希望会是帮香港和澳门的朋友答问题 在Facebook那里 那另外就是在大陆那里 就会在B站那里答问题的 B站现在呢 未必可以发到大家的打播片段给我看的 我都想一下方法 怎样可以在有一个途径 收集到大家的打播片段 然后再跟大家答问题 或者可能 大家又给点建议我啦 好不 那我们开始答问题的时间了 我现在开始就答问题了 那首先看一下第一条问题 就是 closeway 怎样用手落碗 控制抛蜗线 我发现我的抛蜗线有点高 如果你觉得抛蜗线太高的话 最主要原因呢 不是说你用不用到手蜗 而是呢 你是不是用了肩膀的力量 我发觉呢 有很多控制不了抛蜗线高度的学员呢 主要就是呢 用这一下 打了球出去 下上打 就是这个动作 再看清楚 下上打 那你打的时候呢 就会用了肩膀的力量 一用了肩膀的力量呢 你是控制不了球的 肩膀的力量很大 其实我们肩膀的力量 只是用运球的 射球很少会用到肩膀的力量 我们最主要用手蜗的力量 记住 我们射球的时候呢 手蜗是会向下拉的 向下拉 手指呢 是应该落碗的时候呢 是向下 而不是向上的 向下 不是向前 是向下 这样去轮回控制它 而我们 不是用肩膀搓出去 吊转 我们用左手扶着球 左手扶着球 然后向下拉 这样你就会控制到那个手蜗 和控制到那个抛物线 试一下 第一样东西 先放定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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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刺 不要刺这一下 举起 向上 伸直的手 向下拉 我不用球做一次的话 就是不要刺这一下 记住 放定 举直 拉 动作呢 是smooth 举直 拉 是smooth 而不是 撞 或是 加速 千万不要做这件事 你就会用了肩膀力 一用了肩膀力的话 Thomas控制不了 OK 好 再来下一题 Coach Fui 可不可以用一期详细 讲一下 Cossova 背后运球的要点 跨下变向都练得差不多 但是背后一直都用不到方法 背后运球呢 大部分做不到的主因 是因为呢 你 运球的时候 波 假设你的波 在这里的时候 你的手 放在上面 那这个方法是错的 如果上面的话 你控制不了背后运球的 如果你要控制背后运球 记住 手呢 应该放在波的旁边 而不是 波的正中间 波的旁边 其实我运球 很少会放在正上方 除了只会向前推 那一下 就是上次刚刚拍的那条片 长运球 头篮 如果不是都不会放在正中间 大部分时间放在右边 一来可以好好保护球 二来你都可以控制到运球 背后运球的落点 试一下 这个球是这样的 放在这里拍球 那你便做到背后运球了 试一下行不行 另外背后运球的力量 并不是用手法出去的 你可以用脚 膝头弄 这样向下 押下去的时候 一起用力的 运球的重点 并不是控制你的球 首先控制你的身体 我们要球和身体 那个摺拍是成一致的 所以你应该用脚力去运球 或者迟些我再拍一期 讲怎样用脚力运球 给大家看 好 再来下一题 好 另外 沙士比亚全集 好有文何气息 教练好 我现在打球的主要问题 是脚步跟不上 转变不了你 不知道怎样训练 还有就是头揽手型不太固定 需要什么方式去训练呢 希望得到教练的点半 好 如果脚步的训练呢 我这里示范不了给你们看 脚步的训练有很多 我一般会比较喜欢用 敏捷梯去训练武法的 另外就是 一来训练自己身体的灵活性 另外就是可以训练一个本身的重心 很中前的 有机会再拍片跟大家讲 另外就是 如果你想练这个射球的手法 我建议一开始的时候 练好这个单手 你家里坐在这里都可以做的 向上射 下来 直上直下 向上射 下来 记住碗是要拉向下的 碗拉向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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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好这个出手 我这二十几年来 我这二十几年来 走在街上都会 拉一拉手 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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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练好手腕的出力 另外呢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如果你想练手腕射球 记住 你是需要令到你手的筋 是松的 第一要拉筋 好好拉松你的筋 其实控制手腕的筋 全部都在前臂筋 其实你可以有空 都可以捏一下它 整松里面的筋 筋松了 你的筋有弹性 你才会有力量产生 现在呢 我发觉 我有时在香港办 射球课程的时候 我第一课 大部份都是帮学员按摩 因为他们的筋 尤其是我们现代人 拿手机多 打的机多 其实你的筋 保持着这个姿势之后 它其实会紧了 手腕也紧了 有很多日子 要拿着滑鼠去工作 所以手腕基本上 都会紧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时剪片 我都会用一些直立式滑鼠 是这样用的 对你的手腕 就没什么大大的负荷了 因为我说过 这个是直手腕 对不对 perfect 你见不见到 跟射球一样 这样不是直手腕 你拿普通的摩扎 扭住手腕 你拿直摩扎 就是直手腕 对不对 其实 我想淘宝也有得卖的 很好用的 你的手腕 舒服很多 尤其是长期工作 因为每次剪片 我都剪六七个小时 这样会比较更加好 试一下用直立式摩扎 正常的摩扎 或者你屈住门 你的手腕越来越紧 OK 下一条 不好意思 这两天 病得很厉害 所以 可能声音会强些 另外有时会有几声咳 因为都还没有好 突然间有比较差 好 下一条 好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旗下 可以避免运球的时候 刺双手指 即是带球的时候 刺鱼弹 对不对 你会刺鱼弹的主因 因为你放松了手 其实我们运球的时候 有一定的手型配合 就是抹打你手 形成一个爪的形状 我们用五个手指头去控制球 而且我们基本上永远是保持住这个手型 不会放松了 我们上次都说过 我们不是用手腕拍球 我们用肩膀拍球 反正我们是缩手 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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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都不会刺到手指头 不要用手指去拍球 不要用手腕去拍球 用肩膀 空 好 推 推 让它弹上来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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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上来 这样假扮拍球也挺厉害的 你明白 你可以保护到这个 可以保护到这个手指 OK 好 下一题 好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多人都会发信给我 多谢的 我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 真心感动 多谢 这个 网友 抹什么才华 不要这么说 教练 我在你这儿学了很多实用的篮球技巧 真的很受用 多谢 by the way 我是 保罗的球迷 我希望好像保罗那样 带领球队 做一个助攻手 成为大佬 我知道你也是空位 不知道你会不会做一期 做一期关于组织球队 指挥简单3on3的战术视频 如果可以的话就太好了 首先 空位来说 保罗 Chris Paul 的球风 在我们亚洲来说 并不是一个主流 因为他的控球实在太多了 他是一个成对球 佔了他运球 可能超过70%的进攻时间 这类型天王级的控球后卫 他需要做到几样东西 一 摆脱对手 二 观察成对球的节奏 三 就是 对球没了他 其实这类型的后卫 也从Chris Paul 看到到侯斯顿之后 其实轻微下降了他的运球 因为有Harden 你说他的打法 是不是很好 我会这样觉得 我们一般欧洲和亚洲的球队 不是不运球 但是不会像保罗 运球运得这么长时间 你看到一个进攻24秒 8秒 再加12秒 可能最后2-3秒 保罗才会交球 而交到球的时候 那位队友也只能射球 当然 保罗有个很厉害的 就是他可以随时摆住对手 自己得分 又或者突然间交球 令队友控制 也有机会 但是你说 如果我们亚洲区的话 他的球风一般都是被反对的 不喜欢他这种运球 这么长时间的球风 所以你说 如果作为一个控位 在亚洲地区 主要就是 第一件事 你记住 这半场的时候 你要留意到对方 留意到对方 在做什么防守 然后你要知道自己 我们的队 队友 哪个位置 会 赢到敌方 例如 我们的射手位置 是赢对方的 又或者 我们的中锋位置 赢对方的 然后 每一队球 你们进攻 都会有不同的 进攻的模式 你也会很了解 这几个进攻组织里面 哪一个组织 会更容易 令到中锋入球 假设我们中锋赢了 那我们就不断 用这个方 用这个进攻模式 去进攻 先打一个 你赢了的位置 然后 当这个位置 令对方 产生威胁的时候 协防就会开始 如果协防的话 我们就开始要 找出对手 令对手 mismatch 即是令到他们 错对防守 亦都会有其他方式 其实现在MBA 主流打的方式 都是这样 一开始 尽量 是会用错对防守 例如 打用事队 会不停 去mismatch 去打 curry 去打 curry 不断打 cris pot 或者打 harden 那 大家都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一定是用强的 打人 弱的 如果你说一个组织后卫 要做到的事情 首先 看到对手的防守 知道自己进攻 组织里面 哪一个方 会比较容易有利 也要看到自己队友 哪一个位置 会赢了对方 然后不停向弱点进攻 这几样东西 都是一个 控救后卫 需要做到的 好 下一题 接着下一题 是 网友 名字 不好意思提 好了 Coach Fui 我想徹底 改变我的头篮姿势 如何改变呢 如果你想徹底 改变头篮姿势 以我的经验 和别人改变头篮姿势的经验 其实大部分你要改变的 是一个潜意识 即是我们所谓的肌肉记忆 muscle memory 其实大部分都是潜意识控制了的 你拿着波 潜意识就会变身 你就会用潜意识去射波 所以呢 我大部分改变的动作 都是用脑 用你的主观意识模拟 即是怎么样 你拿着波 拿着波 好像我这样 现在拿着波 好了 接着 射波 OK 你一定要想清楚 在脑内模拟到触感 你一开始可以背起眼 模拟着 然后射 做一个你认为完美的姿势 射波 然后射波 射波 好了 射五球 你可以拿着波 射一球 你就发觉 你自己射的一个完美姿势 在没有波的时候 你做得到 但是当你真的射波的时候 有波的时候 你是做不到的 你就可以遵从这个方法 不用波 射五球 用波射一球 不用波射五球 不用波射一球 用波射一球 这样改变的方法 我发觉是最有效率的 你们可以试一下 OK 好 下一题 教练我想问一下 头蓝 左脚应该指去南框的哪一处 我的头蓝总是偏左或者偏右 首先 记住 左脚我们要指框的左边 左手都是指框的左边 当你指了去框的左边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步宽 我们的步宽和框是差不多的距离 左脚指左左边的话 你右脚只要顺利的步宽一踏 你的人就会正对着框 那你就会更加容易对正的框 你会偏左偏右的主因 并不是你身尾 很多时候都不是身尾 我发觉是你的左脚没有用力 如果你右手射波 一般左脚中心脚 大家不用力 结果那个波会偏左 偏右主要是脱手 因为大家都达右脚 用右脚用力 尤其如果你不是用左脚描框的话 你会变成右脚重心 更容易 你试想一下 当我们去 假设我用右手出拳 右手法力出拳 大家可以试一下 右手法力出拳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右手用力 正常都是用左脚做重心的 你才能用力 你用右脚做重心 右手打一锤的话 你会发觉没有力 所以我为什么说 一定要左脚先指寸的左边 然后你左脚先指寸的左边 左手也指寸的左边 因为我们左手是在波的最左边 然后向上 下缓 你波就会直 其实大部分手 大家都没有问题 是脚出问题 你脚左右用力不平均 你波就会脱手 就会飞走 主要是这样 并不是手的事 是脚的事 大家可以练好 左右脚的平衡 尤其是出力的时候平衡 不要右脚用力 左脚用力 右脚用力 左脚用力 波就会偏左了 好下一题 这个问题就很长了 好了 我来看看 教练你好 有个问题 一直想请教一下 本人身材矮小 打控胃 然后在突破的时候 经常性 没有办法应对 伴随的身体对抗 然后 说我右手持球突破 通常用假动作 踩到第一步的先机 但是只是领先半个身位 然后就有一个问题 领先半个身位 其实没有完全去angle break 即是脚裸终结 这样把防守完全脱开 我和防守人的身体 还是黏在一起 或者有接触的 在这个情况之后 如果对抗强度一提高 我会明显觉得我身体的左侧 肩部混球的手臂 会被对方擠压 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这个擠压时 领先身位的时候 算不算犯规 因为多次我尝试 受擠压时 不对抗 直往前冲 我整个人会被推开 甚至踏低 所以很不明白 第二 撇开犯规问题 不说 就当防守者不犯规 假如在突破的时候 突破进行第一步 过到第二步第三步的过程 受到来自防守者的擠压 我应不应该选择 调整脚步来发力 又或者和防守者进行 冲击对抗 在擠压防守者成功再上纜 还是直接往那个框 冲上去 没有哪个方式可以解决 第一件事 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你说你会通常赢了第一步 就是我们过了第一个人 对不对 好了 当你过了第一个人的时候 如果你也是身材矮小的话 你认为赢了一步 其实你并没有过到它 记住个人并不是第一步 我常常跟人说 个人并不是第一步 第一步是试探步 就算有人说 when you got the first step when you got the first step 你才用第二步去过人 过人永远都是第二步 第一步很难过到人 除非你把这个人压起了 握开了 你就可以第一步过人 正常都是第二步过人 而你第一步摄了半个位 其实是未过到它 而防守者也跟上了 其实某程度上大家打和 你未过到它 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技巧 你可以用的 是什么呢 就是急停 尤其身材矮小的你 我们亚洲球员很少用急停 其实急停在籃球场上来说 比速度更重要 一个可以急停的选手 比一个跑得快的选手 更容易过人 急停才是真正一个矮小球员 常用的必殺技 并不是加速 其实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过过 对手 当你赢了半步的时候 对手跟着你的时候 突然间急停 然后cost over 转向 对手就会angle break 不顺利试一下 过了急停 punch and drop 一急停 他会飞开 因为当你急停的时候 敌人失重心 而你就是存在你的power去转向 所以急停才是真正一个矮小球员的杀手间 试试用多些急停 他会让我看看 在哪里 你呢 他太平洋了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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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 master 一路 一路 有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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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